裡面有一個工具箱,按下去就出來了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哪邊呢? 從檢視裡面也有工具箱 那這個工具箱裡面呢 就是可以讓我們去佈取 比如說,我們從那個 我剛剛給各位這個畫面 這個參考畫面就是 介面,上面必須要有這些東西 那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個,左邊這一排都叫做Label 就是標籤,Label 然後呢,中間這一排呢 上面這三個叫做Text Box 就是文字方塊 它可以填嘛,對不對? 然後底下這兩個空白也是Label 只是說呢,它裡面沒填東西 到時候呢,當開始計算之後 它才會把這兩個結果 放在這邊有兩個Label 那現在因為是沒有資料顯示 所以看不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第三排這個 也是叫Label 上面的話填上資料 那這個沒有太大的作用 只是做標籤而已 再加上兩個Button 那你會想說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大概想一下 第一個,我已經先新增了一個所謂的表單 第二個,我怎麼把上面做放置那個 我需要的這個Label 特別注意這邊不是一個Label A的部分點下去 那我如果要新增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拉過來一點點 這樣看 比如這個地方 我希望第一個是借款金額 那我就在這邊拉一下 拉一個框框 接下來的話呢,上面的文字我要變更 那你就直接把這地方做一個變更 那變更的話 下面有個屬性 屬性視窗 屬性視窗如果不見也沒關係 特別注意就是檢視裡面 找到屬性視窗 然後呢 請找到這邊有個Caption屬性 Caption屬性 實際上就是上面的名稱 那比如說這邊的話呢 就輸入所謂的那個借款金額 那輸入上去就一個 那再來的話呢 理論上是再把那個工序列叫出來 那點一下 工序列叫出來再放第二個 再拖拉一下 不過有的時候 我比較偷懶一些 我會怎麼樣呢 把這個有沒有 再把它Ctrl按住 拖拉過來 來 Ctrl按住之後 Ctrl按住是複製嘛對不對 然後呢 拖拉過來放開 那位置大家自己喬一下 第二個就出來了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這樣的好處怎樣 一拉就有 然後第二個好處是 它的位置會比較整齊 否則你第二次在拖拉的時候 位置會跑掉 你還要在那邊喬半天 那你就把這上面的名稱給更改了 應該沒有問題吧 上面這個Caption改 改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再放幾個 三個 Test Box對不對 所以三個 Test Box就在這裡 Test Box 把它拖拉 OK 展開來 然後這個地方 就一個Test Box 接下來的話 再放一個 那也是要按Ctrl鍵 為了比較 不容易位置跑掉 對不對 你按Ctrl鍵 那手不要抖 就是說呢 往下垂直方向放開 它就會整整齊齊了 這個是一個技巧 不然你要重新再拉的話 會不漂亮 那再來底下再放兩個 什麼呢 兩個那個 所以你大概放一個位置 然後這兩個 那這兩個裡面 資料要清空 所以把Caption裡面的東西怎麼樣呢 把它清除掉 按個Enter 裡面資料就不見了 因為我們這個只是要將來怎麼樣呢 要放 要放 要放資料的 那最後再放三個Button 三個Button好了 先第一個Button 第一個Button 那把名稱改一下 那再按Ctrl鍵按住 這樣就畫面就做出來 OK 試試看好了 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在那個問題11上面按右鍵 然後呢 就是再新增一下 按右鍵這邊有個插入 插入一個叫做 設定錶單的功能